花蓮市公所从15号起1.3天在浩克文化会馆 以市集为主题配合各项闯关及复古元素 办理2021复刻来游聊客家主题活动 借以带动市集人潮及买气 推广花蓮在地生产的小农及手作艺品 让浩克文化会馆成为结合产业与文化的场域 204公所复刻来游聊元客市集主题活动 15号下午在浩克文化会馆热闹登场 现场出了市集摊位提供青石餐饮 也有文青手作英文商品等等 只要消费满额就有机会把大奖好礼带回家 还能免费换上古卓角色扮演拍照留念 那我们也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个市集活动 然后也呈现出复古的一个风味 那也请我们所有好朋友 今天15号到15、16、17这三天 请大家把握时间 来到我们的花蓮事工所后面的 复刻来游聊市集的部分 来做相关的采买 只要每买100块就有机会抽iPhone 13 就有机会抽iPhone 13 那我们也希望说每个来到 花蓮事工所复刻来游聊的一个活动现场里面 都能够感受到客家的氛围之外 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复古的一个风味 那我们希望每个朋友在这里可以玩得开心 然后也支持我们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品 还有一个市集的伙伴们 这次的主题活动是以市集为主题 配合各项传观及复古元素 让民众可以体验到更深刻的客家传统文化 从15号开始一连三天一直到17号 上午10点到晚上6点 每天都安排了不同的表演节目 活动内容精彩丰富 欢迎民众可以踊跃参与 记者徐立琴 欢迎视频报导